嗨 各位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洲华尔街老王的专栏 那么这一周呢 我认为下周呢 可能还会继续的走高 因为华尔街的一句名言呢 是永远不要去做空一个沉闷的市场 这个行情呢 两个星期以来呢 都是非常的沉闷 一方面呢 这个和夏天的行情呢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大家都在度假 特别是这个很多学校都已经开课了 然后呢 这个9月的Labor Day也是大家夏天假期的最后一个 还有两个三个 两个星期吧 那么大家都在抓住这个机会去享受夏日的阳光 夏日的乐趣 因为咱们这个冠状病毒一年多以来呢 使大家很多时间都待在家里 很多电商的这个报告出来以后呢 都显示现在这个大家都已经纷纷的出家了 出门了 所以这个无论是QQQ 我们看QQQ还是看SPY 我们都没有看到太多太多的这个见顶的信号 而且大盘不愿意下跌 所以你预测大盘下跌的话 那么大盘基本上都是下跌一点点 不到5%就反弹了 那么下一周呢 或者我们改一种方式 我会谈一下近期我会比较看好的一些股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呢 在周日的时候呢 周六的时候呢 周五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再度的一个上涨 那么比特币的这个走势呢 已经可以说是基本上完成了这个一个调整 应该调整 而是整个的方向呢 应该是向上的 因为在这个比特币就是前期的时候呢 曾经一度跌穿了3万点 那么我们逐渐呢 翻到这个位置以上呢 我们就会形成一个 我们所谓的一个底翻多而出现一个走高 那么未来呢 我会选择一个这个比特币的概念股给大家哈 这个股票的代号呢 是SPRT SPRT呢 从表面上呢 大家以为是一个软件公司叫Support.com 其实如果看他的新闻呢 他在9月份的时候呢 将会投票形成一个合并 合并就是和一家具有自己电厂的一家公司呢 合并 叫Green Age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概的这个公司的这家合并的标的的一个 应该说这个presentation吧 非常的好啊 因为我也跟我们的会员去讲过这个股票 那么这个股票来讲的话 它现在呢 最大的特点呢 它的这个利润率啊 在2022年呢 将会达到1亿美金之多 1.62亿 然后呢 第二呢 它具备了自己的电厂 它有自己的电厂 这个是很特别的 无论是你看这个Ryot 还是MARA 还是BTBT 还是Sino 还是Nine City 还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比特币的矿机股 很多都是为这个成本进行一个规划 另外呢 这个股票的图形上来看呢 是非常的漂亮啊 因为从月K线来看的话 这个股票呢 已经是 已经是达到了这个11块的压力 那么这个公司呢 原来是叫Support.com 所以没有太多的这个让人兴奋的业绩啊 那么如果破了11的话 我们将会继续走过 当然这个还要看9月份两家公司合并以后啊 合并以后他们的这个股权结构等各方面 但是呢 在9月份来之前呢 这个股价呢 在今天也就是周五呢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 虽然尾盘呢 出现了一个抛售啊 但是呢 我觉得呢 这个股票呢 在创出新高以后呢 可能还会继续的走强 还会继续的走强 所以请大家呢 去关注 这个股票代号是SPRT 我也会在我节目当中呢 不断的给大家追踪分析 好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好 谢谢 拜拜